宜蘭桃山的故事路處 頭前的水底是宜蘭的館長 固執 田航市場說 也會讓過去 水底有這兩頂和求 帶動田航的館長 不過文書講說這裡是不太認同 這口在桃山市區的鼻子 昇台風有這麼多地方來這裡休息 這口比是館長固執 在路站上古處的頭前 路站上是宜蘭桃山的民選館長 過去在水底裡面 有木造的兩頂和求 田航院也說可以這個管府 請主來學會以前的元貌 對於地方上的狀況很清楚 以文化風貌的重新恢復 來帶動地方的觀光 那很合理 法的部分的規定 還在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必須先尊重 文資法的相關規定來啟動 不過文書講作者就不認同 因為說要學會以前的木造球 讓UK來執行 在安全上有進大問題 保持現在這樣就好 那麼我們現在如果 還是用那個方式來搭木造橋 或竹橋 在安全上恐怕都必須要更加強 經濟地坑六部的說法 這稿比以前是頭尾槓的來槓 要後頭尾槓跟客樓 因為萊山做大水陰氣 頭尾槓又不去 客樓也很做現在的台生日度 路站上在192半年 改建這個樓梯的時候 把這裡改造可以構成的領域 不過裡面木造橋跟梁町都不去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向文資局提案申請 修復設計 以及補充調研的一個計畫補助 那如果有獲得補助的話 我們會盡快來辦理 針對地坑的建議 管理說會照文資法的相關規定 來檢討良定和求是否有要學會 並且每專家的意見跟地坑的意見 可是有說如果有要共識學會 跟再來討論形式在日 還有管理辦法 專欄已經把文化報來提倡 未來請請來的規則 可以來洗手擋工 記者 中華報道